第二届TLPGAGO公开赛 首日极有四名选手并列第一 其中张静凌在个人前九栋 虽有两只bogey角局 却在后九栋状态急速回稳 抓下五只birdie 近身领先行列 我后九觉得蛮厉害的 就是我自己也吓到 我抓了五只鸟 那有三只是连着抓的 那其实我后九第一栋下去的时候 就打了一个bogey 因为我三腿 就是其实蛮懊恼的 但是后面就是想说 没关系还很多栋 就是继续加油这样子 就是也是稳扎稳打这样 然后我觉得我的鸟 就是其实都算蛮靠近 都在五步内 那我对我的推官蛮有信心的这样子 泰国军团来势汹汹 与国内女将在首回合上演激战 第一次来到黄金海岸的帕金 也强势抢下领先席位 这里也很挑战 因为它是接近海岸 但幸运上今天没有赢 所以希望它会在这边 因为我认为如果天气 会变成明天或明天 会很难 赛后球场飘起小雨 相比上午赛事进行时 凉爽许多 天气的转变 是否也将影响着明日战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